我是覺得才剛生完 我不是要去坐月子嗎 怎麼又要住院了 看起來憔悴有點累 于苑琪接受專訪 上週才剛生完第二胎 卻被檢查出癌细胞擴散 趕緊進容總做人工血管 所以醫生就是判定 就本來想說肺有 是不是只有肺有 可能就是肺的問題 可是可能有肝有的話 可能就是之前的就是擴散 之前的癌细胞擴散 所以就是治療可能 方式會比較不一樣 就先打化療 言談中的咳嗽聲 其實就是警訊 勞工陪在身旁 癌细胞擴散 現階段先進行兩次的化療 那現在老公 有沒有全世界陪在身邊 有 他都不能去上班了 頭痛 因為我一直要跑醫院 除了要跑醫院 剛出生的兒子 因為心臟問題需要開刀 對余彥琦來說都是煎熬 就是先讓他住在月子中心 因為月子中心照顧真的很好 那就是看一個月以後回來 看再怎麼安排吧 說自己從來沒有想過 癌細胞會再復發 現階段以化療治療為主 之後會再安排手術 余彥琦以為自己 也為孩子家人勇敢的對抗病魔 三日新聞胡克強理會 台北斗